由聖夢傳奇學園有份擔正的青春校園劇 《青春本我》剛剛推出 當眾平均年齡只有15歲的Chantelle Yumi、Windy首度做主角既興奮又緊張 早前已經預告主角會本色演出 三人中Yumi自爆同角色最相似 她本身亦有經歷校園欺凌 不過對事件已經放輕鬆 這個角色有點像我 其實都算像我日常生活的學校生活 但是那種欺凌就沒有劇中那麼爆的欺凌 是不是跟藝人身份有關 不要說那麼嚴重 可能我唱歌很厲害 其實因為我自己唱 一開始未入比賽的時候都遇到這些事情 因為她們知道我之前都可能有些經驗 都算都在電視上出現過 我一開始是有點不開心的 有些介意 我也是第一次 但之後我覺得這些事情會遇到越來越多 而且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她們的自由 所以其實都沒有所謂 不過她強調在學校有朋友培患 絕不是被孤立 劇中Windy已經將詞豪爆妹 她坦然完全沒有違和感 因為她平時跟我們相處的時候 她都很照顧我們所有人 所以我覺得會增加了很多默契 和她演戲之後 而今次演文靜角色的Chantelle 坦然和自己很不同 被包忍笑好差 變成NG王 最難經常都會說忍笑 是笑場才是NG 但我每個人都會有多多少少都會甩對白 但我笑場就是最多 她被Yumi和Windy指 時時刻刻都會笑 她承認特別見到造型搞笑的Felix的時候 一定會忍不住爆笑 跟創下入行以來NG最多的紀錄 我也想不到 對Chantelle來說 Felix對白的節奏和語氣 聽多少次都會很容易笑 三個人都很享受一班人一起開工 今次演出之後更加愛上演戲 未來更想挑戰奸角 我會想做一個反派 即是做一個跟自己本身性 可能相差很遠的角色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挑戰 可以嘗試多些新的東西 Yumi都認同 都很想試一些不同的東西 即是完全不是我 都希望可以突破另一個自己 Chantelle就說想擅演古裝 希望反差更加大 最好不要失愛就可以了 好容易跟自己的性格有一段距離 有點角色 可能古裝就可以有這種元素 古裝就台詞了 真的要記 但古裝還要撕掉英文 不可以說OK的 知道 講到期望合作對手 三位小妹妹表現得特別興奮 可能會選中介恩前輩 是不是別人說你像她 是啊 所以 然後 也很想試一下 問到是不是想對方演她媽媽 Yumi立刻表演得尷尬 Chantelle就立刻幫她解位 她的年輕版 提議Chantelle選偶像MC合作 她立刻露甜笑 見出現心心眼 還說到口疼疼 我很冷靜 希望唱歌就可以合作 又說 最恨其實跟陳凱琳合作 我小時候很喜歡陳凱琳和鍾佳欣 我會刷她的照片出來 然後不斷 黏到整個 很漂亮 她是不是 見過真人沒有 我唱香港小姐的Opening的彩排 那時候見過她 她在排著 就免得去阻擋 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希望 而Windy就說 沒有特定想合作的對象 三個人還搞笑話 除了前輩中佳欣之外 還想和好喜歡唱歌的 葉明希合作 今年憑首支單曲 原來談戀愛試者摩一回事 成功打入戚親我最喜愛女歌手 十五強的Chantelle 對成績已經感到滿意 因為都沒有想過自己 會出歌 其實 所以其實來到這個地步已經很好 還有 葉明希是很好的 所以大家支持葉明希 對於拿新人獎的信心 去坦然一半一半 我不會說完全沒有信心 都會有的 但是 就 有更加多的 其他好一點的歌手 會值得去拿這個獎 問到 是不是同樣看好Gigi拿獎呢 如果我們兩個一起拿會更開心 但是我覺得獎項這件事就順其自然 因為都不要去想它 因為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有沒有投票啊 我沒有投 我沒有投過給任何人 因為我太懶 我不想投給自己 因為好噁 而Yumi和Windy也都直言沒有時間投票 就是在心靈上支持他們 支持 對 我們已經投了我們所有 票給葉明希 在心裡面 對 即是包括新人獎